當你家有一隻橘貓 如何讓牠變身佛萊肯GOOS呢? 驚奇隊長裡面的GOOS 當牠打開嘴巴會衝出觸角 所以我們要先拍一段貓咪髒嘴的素材 耶這個嘴巴髒很大 貓咪有了之後呢 要來找觸角 那就直接拿GOOS本尊的觸角好了 欸這一段很好 角度很正 觸角也很完整沒有被遮到 接著要到特效軟體A 要來一個一個硬把這個觸角挖下來 一隻一隻觸角挖下來之後呢 就會得到這樣一個完整的觸角素材啦 接著把它擺回去拉姆的嘴巴 再把位置追回去嘴巴上面 做個道格 讓嘴巴閉起來的時候可以縮回去 進入調色的部分 做一些陰影 動態模糊 讓觸角可以跟背景素材融合 再做個整體顏色的調色 也可以讓貓咪跟觸角更融為一體 最後再幫拉姆加個發光的眼睛 就有更有佛萊肯的感覺啦 欸等等 你說為什麼只有單邊眼睛有 欸…就是懶得追另外一隻眼睛 就用來一次看 的眼睛 以後就用了幾隻眼睛